第25题如右图所示 由凹透镜与凸透镜形成的一个透镜组 独中的F为凸透镜的焦点 今天我们在F处发出一光线 经过透镜组之后 光线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射出 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是从焦点出发 我们知道平行主轴的会通过焦点 而光可以倒过来走 从焦点出发的就会平行主轴 那么这也是我们想画图法 会画了三条线之一 那这个平行主轴 这里并没有跟我们的凹透镜垂直 所以它并不会不折射 它一定会折射 那么凹透镜是发散的 所以它会比原来的光线 跟偏向外面会发散 就是我们的A 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 光线应该朝哪个方向射出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路径A